新北市巴黎是在今天 有一場自行車比賽 結果傳出了參賽者意外事件 因為法律賓籍的男子和朋友 在清晨四點多 前往會場的時候 被一輛銀色轎車追撞 送醫宣告不治 結果這名駕駛第一時間 汽車逃逸 經過警方追查 上午才到完說明 就測值超過零點二五 警方也提醒了 從三月三十一號開始 酒駕相關新制上路 只要十年之內 酒駕兩次 就可以公佈姓名和照片 呼籲民眾不要以身釋法 有前方車身和擋風玻璃 明顯有撞擊的痕跡 二十號凌晨四點多 一名菲律賓籍男子 和三位朋友騎自行車 要前往新北市巴黎 參加雙主場 輪霸西濱自行車賽 結果在行進西濱公路的時候 被這輛銀色照車追撞 一名單車騎士 因參加雙主場 輪霸西濱自行車賽 於前往集合地點 巴黎區廖天一廟前 遭智小客追撞 經送醫後傷重不治 肇事的智小客車駕駛汽車逃逸 肇事的簡訊駕駛汽車逃逸 經過警方追查 上午到案說明 酒測值超過零點二五 訊後醫生犯公共危險 肇事逃逸 或是致死等罪移送 而同樣是酒駕 在高雙古山區十九號凌晨 有一名男子騎車不斷的左右搖晃 被警方攔下 沒有帶證件 該名男子還打電話要找人協助 但一直沒有人來 最後終於願意接受酒測 但過程沒有很順利 酒測時還突突拉拉 最後依然顯示超標 這名張姓男子事後坦誠 是有喝一點酒 但覺得沒有喝醉 所以冒險騎車 但是調查之後發現 他在一百零三年 就已經有酒駕記錄 酒駕問題多 根據統計 全臺在二零一二到二零一年期間 酒駕雷犯超過十九萬人 酒駕取締件數 更是將近一百零二萬件 但警方也提醒 立法院已經三度通過 要加重酒駕刑罰 清制度會在三月三十一號實施 到時候只要十年之內 酒駕兩次 就可以公布姓名和照片 如果有同行乘客的話 也會被罰 希望可以遏止酒駕歪封 臺北新北高雄綜合報導